驾车从飞机中车上面快速的行驶过来之后 与一辆同方向右转弯的风车 它是南波基尼发生了碰撞 就是发现我们这辆从飞机中车上行驶的轿车呢 车速也比较快 交警调查发现 肇事司机沈某当时行驶在飞机动车道上 车辆年减已经逾期 而且之前因酒驾被吊销了驾照 沈某属于无证驾驶 民警认定沈某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并依法对他作出罚款2000元 行政拘留9天的处罚 1818黄金眼综合报道